你都明白甚麼 大家好,我是Marco 近來青龍頭有些雞魚釣 我們四個人一起下傳宿艇 傳宿艇只有30匹船尾機 釣附近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適合我們 今天出戰青馬 有渦文教練 阿基和天使師姐 今天是流水25 氣溫21至24度 東風3至4級 部分時間有陽光 今天是平日相對比較暖的一天 試圖 釣魚很容易釣 只要牠肯吃我就可 不過鱔魚越來越聰ני 越吃越細厚 還要講流水 是有要求 收繩時不能太大手 否則就會爆玻璃咀 嘩!三条,厉害! 如果大家还未订阅我频道的话 记住订阅我的频道 按右边的小钟,选择全部 只要有更多的订阅数 我就会更加努力拍更多的钓鱼片给大家看一下 你的订阅就是对我的支持 如果你喜欢我这条影片的话 记住给个like 分享出去给你喜欢钓鱼的朋友 和在下面留言 今天除了玩手丝之外 我还会玩鱼竿 近期我都买了一些装备 横鱼我都买了几只 左手和右手我都有买 准备玩在深水和大头艇的时候用 不过我个人就习惯用左手 钓鱼又要拿多很多东西 在青龙头落艇 第一站我们车过来收费庭 差不多每一次都是 我今天都是全日用仕掛钓组 用副3号的YGK鱼丝 上面绑两个鱼钩 鱼我就用子弹50g 在没那么大流的地方 我就转用35g 是火鳥才却 又是鱼仔 又是鱼仔 很棒 慢慢放生 鱼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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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馬橋底,我們釣的時間不太久 大概只有一小時 其實是因為不太多魚順 滑仔也少,何況其他雜魚 在海中,經常遇到很多觀眾 旁邊坐水媽艇的幾位師兄 都有看我的頻道 很感謝他們的支持 全日,我們兩隻艇都在一起釣 大家在這裡爆釣雞魚 很濃烈 很濃烈 又跳了 超大了 有了 有了 很大跳 很濃烈 很濃烈 在這個位置釣魚,其實都很激烈 我綁定三四個自掛釣組 很快就已經用光 在船上才來綁,真是浪費 浪費了寶貴光陰 因為今天的雞魚只吃了一小時 一過了那段時間,就又沒有了 不停留下來 有了 它在船上的海外 水 這一大魚 一大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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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鱼就開始收口 一口都沒有咬過 下午的時間唯有車回去釣滑 可惜滑都不是很多 在下午的時間 基本上不是釣得太多魚 下午出太陽就更加熱 衣服都不用穿 直到出汗 近來都很希望這個天氣 全日種魚鑊 有30條雞魚 連其他雜魚總數有20斤 已經相當不錯 起碼那個小時過足手癮 你見天使師姐一次釣三條你就知道 石狗公就不是時候 我們不特地去釣 雞魚釣極都有 今年確實釣的時間比較長 大家就要珍惜玩一下 畢竟都是海魚 食用就真的不差 反正下午都沒有魚 在臨走的時間 我們要車回去嘉頓那邊 跟朋友聊聊天 那邊真的很熱鬧 我們又沒有黃魚 沒有魷魚 又沒有大眼仔 我們就留下一次再搞些黃牆 你看青馬橋底真的很深水 用手絲收真的有時間 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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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再見